86 大公報 常萬全 入新安保法探影響地區安全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4大公報信 據《中新社》北京報導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常萬全 17日在北京會見了來訪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 局內政太郎 常萬全指出 去年底中日雙方就處理和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 中日關係總體回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 日方應在歷史問題上發出明確訊息 處理中日關係必須始終採影局和長遠 嚴格抗招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 妥善處理兩國間有關重大敏感問題 常萬全表示 近段時期以來 日本大幅調整軍事安全政策 日本眾議院橫審議通過了新安保法案 這事戰後從未有過的 將對地區安全環境和戰略穩定產生複雜影響 我們敦促日方切實吸取歷史教訓 尊重亞洲輪郭的關切 在軍事安全領域慎重行事 不造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危害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谷內政太郎說 今年事日中關係十分關鍵的一年 兩國應採取措施管控分歧 共同面向未來 日方願與中方保持對話溝通 正確了解對方的意圖 防止誤判和衝突 2 2 2 3 4 4 4 5 5 9 4 10 8